刚才我也不知道做的是一个梦还是两个梦 我记得是我们上英语课 我就很认真地在听 其他请求我就不记得了 突然一下子我家里过来了三个梦碗 三个梦碗一模样子 大小时候有点差异 我家有一个麻的梦碗 很多人在镜头里也看得过 我来看三个 三个就分不清哪个是我家的梦 其中一个梦丢了一块饼 一二三个梦 第一个梦是枯似的 那个饼丢在第二个梦的嘴巴里 第三个梦在这里 感觉上我家的梦是第一个 第一个最前面那个是 丢了一个饼好像不是 后面也不是 这个时候我就一看很难得怎么有三个梦 几乎一模一样的梦 我就拿着手机来 找手机让把它拍下来的时候 拿着中间那个梦丢了一块饼 就像这么大一块饼 就跑了 要跑出去 要跑出去的时候 那我就来不及拍了 来不及拍了 就醒过来了 就梦见了一个 这么一个梦 天上来了三个飞碟 在天上来了三个飞碟 在天上来了三个飞碟 给我送东西来了 给我送能量来了 给我送能量来了 这天我忙得能量有点不够 他给我送能量来了 所以刚才我事情废幸的时候 是飞碟来了 给我送能量来了 送能量来了 那个一个梦丢到饼的那个 饼要代表能量 送能量来了 三个梦是三个飞碟 三个飞碟 刚才给我送能量来了 给我送能量来了 给我送能量来了 通知我一下 告诉能量来了 然后对我说继续休息 继续休息 那我知道了 我就睡觉起来 继续休息 我知道了 这么一个事 再讲 再讲